四料价格高涨让国内畜牧业者大喊吃不消 于是不断要求调涨鸡肉价格 虽然看似市场自由浮动引发的结果 但是大马竞争委员会今天宣布 初步调查发现国内的五家养鸡业者存在垄断行为 一同调高四料的比重推高了市价 涉嫌违反了2010年竞争法令 竞争委员会执行长伊斯干达伊斯迈指出 五家企业达成反竞争协议 从2020年开始一同调高以黄豆和玉米为主的饲料价格 调查也发现五家企业分享了可能会影响竞争的机密资料 一同抬高物价 逼得消费者别无他选 初步的调查结果发现委员会目前无法将企业定罪 可是他们可以在取得结果之后的30天内回应 委员会也将考虑各方的说法和证据之后 预计今年10月提出最终调查结果 一旦罪成委员会可以罚款业者 全球总营收的10%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